苗栗县政府福岛青年创业竹梦 再度举办向弄金潮流青年创新店家的选拔活动 借此要发掘并扶植刚起步且具有潜力的青创店家 透过了县府福岛持续的成长 拓展通路与机会 让青年品牌成功的打开知名度 吸引创业青年回到苗栗家乡竹梦 苗栗县政府再度举办向弄金潮流青年创新店家选拔活动 期待挖掘培育更多青年优秀团队 协助青年实现创业梦想 勇于开创事业 有时候年轻人他开始创业 也许规模不是那么大 也许只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产品 他自己能力所及 不管是食品不管是艺品 各类我想主要的是通路跟管道 我想如果他们肯走出来 我们就利用他们集合的力量 来在行销上来协助他们 我相信一届会比一届强 那倒是我建议说 明年我们可能会考虑把 这个比赛的奖金稍微提高 这次领选活动号召苗栗在地各行各业 青年朋友踊跃参加 无论是有型特色产品 或是无型优质服务都可报名 届时透过初选及决选 选出苗栗创业精选品 整个评选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 那我们这一次的报名会从就从今天开始到8月的11号 从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那结果的部分呢 我们会在9月11号来公布 那以往来说 参加我们这个大赛的青年作品 都成果都非常好 像去年第一名的乔恩 他现在已经有三家分店了 那还有像那个什么秋生茶室 那去年的银牌的也现在都展店展得非常好 我想县政府来说对于我们的青年的部分的这种活动 我们会持续来办理让青年有更多的一个曝光机会 最后选出10家青年创新店家 除了颁发奖金鼓励 也会安排在青创市集出摊 写入青年专刊 并在县府官网 老青FB粉丝团加强曝光 透过行销宣传 通路拓展 打响品牌知名度 成功圆梦 虽然 诶